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丫头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妹妹 你怎么来了 哥 姜总 我来给你送饭啊 都散了吧 你妹妹 是 哪儿都挺好 就是心肠太软 爱管闲事 演得挺利索嘛 她的身上总散发着 鼠尾草的香气 让人感到踏实 宁静 她很爱吃 吃东西的时候 像个可爱的小兔子 她爱喝牛奶 每次都会留一圈可爱的白虎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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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 闲 闲 闲 好 倩倩 你来了 我好想你啊 但是我不敢来看你 我怕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我不在乎这些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倩倩 我想想吧 共开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行 我是说这个事情不着急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先养好你自己的身体 公司那边的事情 我和我哥都会尽量帮你的 倩倩 你真好 对了 少姐 我听说董事长的秘书刚刚离职 公司有好多事情都没有人打理 我愿意去补上这个空位 你把我调过去好不好 可是 做秘书很辛苦的 我怕你吃不消啊 我就是想证明我的能力嘛 不然我怎么配得上你 好 我带给你 我怎么配得上你 我都坐在我的头上 我提到你 那天要站在这里 我会好好解雅 你还能不承认他 你能怎么回你 你带我这些梦子 我都没有带我 你带我 我觉得那种乔阳 你会带我 其他梦子 ��内 我还我有学 就回了 这件事情的过程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一起继承集团 为告歉你对得起 死去的江少杰吗 你说这话 我可以告你诽谤 行人桥同心所 全都忘了 还是说你想要别的证据 我也可以去提取主人 我们倒是要看看 谁在说谎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居然要嫁给 嫁给我爸 那天 江总叫我陪他去参加一个酒婚 但喝多了 然后去 那些事情过后 好多次我都不想还 可是江总之间对外 公布了我们的婚姓 我没有办法 荒谬 你竟然是荒谬 大姐 我没法面对你 那段不堪的回忆 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 再这样下去 我会疯掉 车 behind the door 不 晓晓 你跟我去国外生活吧 我们离开这里 盈我们走高飞 好吗 大姐 我们回不到国家 你又何苦非男皇子 我不会问他你的 这老婆怎么这样 这又想再造一个继承人了 哥 你听说了吗 他要娶的那个魏秘书 跟哥你的年纪差不多大 如果你真太疼 就应该放下你采摘的手 你的存在好像就是多余的 像是被等待休闲的质量 归根结底 你江照行才是罪魁祸首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 阿杰还是集团继承人 我们还好好地在一起 我又何必委身于老头子 好大的一盘棋啊 你先是勾引江少杰 在他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 又转而勾引江董事长 然后在江少杰最脆弱的时候 用婚讯彻底激化他 让他崩溃 你们就是用这些卑鄙的手段 逼死我哥的对吧 自杀是他自己的选择 还是因为他自己内心太脆弱 再说了 我们这也是帮他解脱不是 你们承认了 你们承认了 我哥的死 跟你脱不了干系 那你要呢 把我 怎样 混账 贱人 真是你们害死了我的暗箭 是你们害死了我的暗箭 你不是已经 我们被杀了 我不这么做 你们怎么会上钩呢 像夜空 听人往被潮汐 才有了小星星在飞行 我闭上眼 你反而更清晰 我正好睁开了眼睛 在我的眼里 你找到了你 还有些血潮湿 融化与心事 他们不叫这小生命 就像不敌 透露着秘密 足够我心底一锋灰烬 在我的眼里 我靠近一锋灰烬 我靠近一锋灰烬 无论 我靠近一锋灰烬 在我的眼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